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2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答疑和实作 好张医师那我们现在开始答疑的部分 我们今天的提问 第一个因为静脉曲张手术后巨大伤口 张医师你好 我妈妈脚部因静脉曲张以及长期熬夜 导致皮肤破裂 她说脚部疼痛 一开始我以将水清洗 以及按推脚踝部来处理 洗掉表面结痂后开始有破口出现 里面有膿 因为我外公曾经用鱼食指膏来吸膿 我母亲就提议说 可以当晚用鱼食指敷在患处 第二天伤口处变大 我按推时有膿排出 当晚我因太晚没有时间处理 就用了将水清洗 竟然感觉有消肿 我以为方向正确 虽然母亲口述疼痛 之后妈妈不愿将水清洗 害怕伤口再受刺激 所以最终因为难忍疼痛 伤口变大 叫了急救车送去医院处理 医院三次手术后 切割了大部分的皮肉 导致现在伤口巨大 而且脚踝皮肉也被切割 医生方案是在四到六周后 做直皮手术 所以他们在伤口上敷了 长肉的药贴 上细胶膜 加上海绵 配合引流肌 来吸组织液 前两次换药正常 没有疼痛 第三次换药后 非常疼痛 医生说这是因为 细胶垫 和底下长皮肉的药 会向伤口融合 可是看起来 这个脚有肿 妈妈也是觉得非常疼痛 医生告诉妈妈 脚上的肉是 只能长一点点 皮长不回去 所以要直皮 请问这是真的吗 请问怎样处理合适 好 老师这个脚有很大的伤口 请老师 补充说明 好 我们先来回答 患者家属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静脉七章 他用原始点的处理 那静脉七章 我看他 一直在他的脚背 就是按推 还有用姜汤清洗 还有包括脚踝 结果在这处理的过程中 那个脚被结痂的部分 却破口了 破口患者就读出心裁 他们有秘方 所谓的鱼石子去涂 因为他伤口里面有龙 所以他认为那个鱼石子 可以把龙排除掉 那这样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反而最后伤口变肿大 而且他患处 只要用姜汤清洗 他会疼痛 他母亲也忌绝 所以最后在医院处理 那医院就把这些坏掉的皮肤 整个都清除了 那最后你们看到的 就是影片显示的 在脚背就有一大片 那问 这个一大片 因为他问 他已经有矽胶垫 用矽胶垫还有用一些药 但是在处理过程中 还是会疼痛 那原始点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从一开始 原始点的处理 如果是他皮肤有结痂 或是甚至有痒 那痒 多属他处体伤嘛 你在脚踝部分按一按就可以 那脚背的部分可以涂姜粉 那涂法就是我们说的 一定要稍微用一点力 然后涂干掉之后 再来一次如此三次 那热就可以渗透进去 这样慢慢 那个皮肤也可以修复 然后痒 因为配合按推也可以改善 结果最后用姜汤清洗破口之后 又有用仪食纸 然后最后又变肿大 那西医现在这样处理 西医回答是说可能不能长真皮 那我们就不管以原始点的处理 它很简单 它就是如果这样看到涂片这样 它已经那个伤口也是很薄 也不宜在上面涂 那就可以在伤口用一些热源 比如电热气罩啊 眼红外线之类的 然后周围好的皮肤 还是可以涂姜粉 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那比较要注意的就是 以后有了伤口之后 一般人的处理方式 就是你看它是用仪食纸 可能是喊的我在想 那如果以原始点 很多人在用都会在伤口 就是用姜汤清创 但是问题 姜汤清创会有一个问题 它容易妨碍组织的修复 所以这个避免 然后如果组织液流到伤口以外 那当然可以用姜汤 把它清洗干净 免得起疾症或疾 这个是可以的 那至于伤口里面还有人会用姜粉厚厚的填满 这个我也是不主张 因为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这样的处理不是正确的方法 这个有了伤口之后 它的处理方法还是要特别请大家再处理注意一下 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的补充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提问 脑出血 我父亲月初头晕 120送进医院 诊断为脑出血 因不想让父亲高龄再受治疗折磨 我们强烈要求医院 让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转出 且签字拒绝各种二次伤害的治疗 十天后 医院才同意转到普通病房 昨天开始不掉针 监护设备也测了 但未管还未拔 我们多次想提出出院回家 总是各种顾虑 一是担心父亲能否经得起回程颠簸 二是未能找到能帮助我们用原始点 调理父亲病情的老师或师兄 自己亲人不敢茫然下手 现恳请张老师给予说明 谢谢 好我们请老师答疑 好我们再来 看这一个患者问他父亲的问题 就是他父亲年纪已大 然后有一次头晕 然后他们就叫救护车 送到医院 结果诊断为脑出血 那脑出血经过西医在重症监护室处理 那10天后转到普通病房 但还差那个 鼻胃应该是鼻胃管还没有拔掉 应该是进食这些问题 还没有解决 那他们到普通病房家属就有一个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 要不要回家 但是如果回家没有人帮忙 那在医院呢 他们好像也不会处理 好对于这个问题原始点的看法 其实一开始 如果只是投因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造成的 因为西医诊断当然是说脑出血 那脑出血会不会造成投因 如果会那就是果生果啊 我们在疾病已衰老第一篇就讲 果不可能生果 两个都是症状 症状跟症状之间怎么会彼此互生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那脑出血是一个状的组织受血 也就是体内的组织受血 那头阴是症 症跟症是不一样的 那不管是症或是体内的组织受血 它的原因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那它的处理方法 第一个它是头部嘛 那头部一定要按推 头部原始点 然后再来处理方式就是温敷 温敷现在它还有头部的问题 我建议是涂姜粉里面 这样就可以 那至于它没有提到其他的症状 比如是不是也有偏瘫啊 或是怎么样都没有提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 如果有那就是照原始点的处理方法 看哪个部位有哪个原始点管 就加强按推再温敷就可以了 那它质疑要不要找到人 它不会处理 一下子人家要去医院可能也有困难 求人可能不如求疾啊 我的建议是上网看一下影片 那影片怎么处理 包括按推的处理啊 还有涂姜粉泥啊 或用电热器啊 这些都有讲 这样反而不会延误时间 自己处理 比较快 那当然如果有懂原始点的人来帮忙 那就更好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 给脑出血的答疑 我们接下来的提问是锁骨上的淋巴结 两个星期前 无意间摸到我锁骨上有肿块 立刻到医院检查 医生非要我做电脑断层扫描 检查报告不乐观 扫描 扫描报告指出已经转移到肺部两边 脊椎骨后面和臀部两边 及锁骨上的淋巴结肿 医生告知说 转移是癌症第四期 还说如当初我有做治疗 就不会出现转移了 我当时仿佛从云端 瞬间坠落 刹那间 不知身在何处 站立里感受到死神 和自己离得那么近了 想想我第一次 医生确诊到今 整整十一年 没有介入任何治疗 都是与癌共存生活正常 当初是你把我从谷底救回来 我配合你所有的指示去做 只是在抗疫时间 那两年停止做任何自然疗法 我在抗疫期间 感染新冠病毒 那时感觉呼吸困难 吃了中药 好了起来 想问张医师 如今我这种情况 饮食要如何 浆的用量 肺部可以做按摩吗 温敷哪里 还有其他什么要做的事情 请老师答疑 这位患者是两个星期前 他在锁骨摸到一个肿块 硬硬 那他是十一年前 他就确定有癌了 所以他就很紧张 然后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院说 哇这个已经转移了 他已经确定是癌末期了 应该之前他的癌是什么癌 我也不知道 是淋巴癌呢还是肺癌 现在转成淋巴也有 还有肺也有 那至于其他部位还有没有 他没有血 好 那他医生就告诉他 他说如果当时候检查出来 你就处理的话 就不会转移了 所以他很懊恼 当时候懊恼就是 他有几个懊恼 好像第一个西医这样讲 第一个把他的心情都打齐了 第二个他只是 平常他是不是用什么方法 是不是用原始点再处理我不知道 但是他说 他是用一些自然疗法 是不是用原始点 他没有特别提出来 然后 只是因为疫情期间有两年 他没有用这些自然疗法 结果就在所谷摸到 一个硬结肿患 所以他真的心情很不好 所以问我 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处理 对于这个患者的心态 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不要人家说什么 你就太在意了 因为你要对自己的病负最大的责任 然后对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自然疗法 或要坚持你走不一样的路 自己要搞清楚 要不然你现在好 已经十一年了 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然后因为西医的一句话就把你打垮了 事实上在我的看法 你十一年前就确定癌 如果 就从西医的角度去处理 西医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五年 甚至好啊 再久一点十年 那就确定 这个是他们如果治疗 这样没有了 就是确定好 所以你能够活到十一年已经很厉害了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掌声呢 然后听西医这样讲 然后开始懊恼 不必啊 真的不必要这样 那你也要想到 你用的方法之前为什么要用 然后两年为什么不用 如果它是一个好方法 平常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嘛 那如果因为停止了就长出来 那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这些问题你自己都要去厘清 在我的看法 反正有果壁有因 那它长出来你也不要那么傲 第一个与原始点在诊疗的角度看 即便是末期 不是说你已经走到末路了 好像来日如多 不要做如此想 第一个 癌末不一定会死 像我在以前西雅图就放一个影片 你们可以去看 她那个婆婆我遇到的时候 她跟我讲29岁她是就是被检查子宫癌 已经末期了 西医说她只能活半年 结果呢 她遇到我的时候都已经活了将近50年了 所以不要人家这样一讲就把你打垮 乐观一点吧 好 再来原始点她的诊疗很简单 第一个看有没有体力 如果你体力很好 那干嘛在乎 因为会死不会死 不是决定在肿瘤大小有无多寡 这个在肿瘤边都已经有讲 而是决定在 你有没有热冷 有没有体力 如果没有体力 那就真的会有问题 也就是当你癌肿瘤都没有了 你体力变得很差 那还是会挂啊 还是会走啊 所以 死已不死 不是决定在肿瘤这些啊 就是决定在热冷跟体力 如果我看你这样 也没有说你体力很差或是怎么样 那就代表很好啊 不要担心吧 不会死的啊 那至于硬结肿块怎么处理 这才是重点嘛 硬结肿块 第一个如果只是单纯除硬结肿块 那周围一定要按推 那她已经转移出去了 好 那大开关 比如说 在脊椎两侧 因为你是锁骨嘛 我在想应该是不是转移到肺骨头 这些 还有淋巴 那你就照原始点看她转移的部位 找到相对应的大开关 来按推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涂姜粉泥 如果体力比较差 前后涂 后背也涂 如果人已经很虚了 连前胸也涂 让热源能够吸收进去 平常就是照重病处理的锻炼体力啊 还有充分休息良好心态啊 那你现在心情这样怎么 以后的路怎么走啊 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把肿瘤篇 还有重病处理这一篇 这两篇好好看完 看完再看我的上传的一些影片 我相信你如果看懂了 心情也慢慢会恢复 信心也可以找回来 对于未来 你还是可以活得很灿烂的 不要担心吧 请加油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的答疑 那我们今天张医师的答疑部分就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是十座的部分 老师我们今天的十座有两个 肺腺癌和淋巴肿瘤 那我们现在先播放第一个肺腺癌 那我们现在先播放第一个肺腺癌 肺腺癌 我验到我那个是基因不变 他就跟我说 你如果要活下去 你一辈子都要吃药 然后你就是吃到死了 你现在跟我说 你哦 油啊不吃 我刚好也很幸运 因为你有到央症状 我是头脑 还有骨头 头骨 还有淋巴 然后还有我的肺 你不知道 全部都有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犹豫说 这样就要死了吗 我这部就是有一点船 一点壳这样之类的 我就觉得我这样就要死了吗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接触 我也不吃西药 我都吃中药 所以因为这样子 那个医生他就告诉我 我要帮你做我切片 然后切片出来 他说恭喜你 你有标法可以吃 你的标法要一个月要十万 我已经吃了一年了 结果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接触到原始点 也很神奇 我就晚上 那个晚上我吃那颗标法药之后 我就不渴 也不会传了 然后就这样一直继续吃 一直一直继续吃 不然 我们有一个被线癌群组 里面将近快一万人 在脸书上面 然后他们 我就去找疏疗 我去找我的那个病症 结果我发觉到 我如果要帮我 我要帮我吃到死 医生就跟你讲说你这个药 你大概是一年多的时候 你就看药性出来 然后它要修出来之后 你还要再做切片 看你的基因突变到哪一个点 然后再看有没有标法药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做化疗 你就是准备做化疗 我说 做化疗要做多久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做化疗做到死 也是要做到死 因为他跟我们说我们这个 已经是基因突变了 你的基因已经变了 所以他就是会一直分泌 那个癌细胞出来 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没有办法去攻击他 因为他已经把它当成 你是我的同类 就是因为这样子叫基因突变 肺癌还比较好处理 我们肺腺癌是有药医 可是你如果要继续活 你就是一定要一直摸 一直摸 那时候 我们一个师姐把我捕来吃 然后也是遇到那个谭师姐 他就一直鼓励我们 以外不要吃 可是他没有勇气 他还在吃呢 我先生他说 你已经有够严重了 他就为一个月要10万 健保会给你出钱 他说健保会给你出钱 你就继续吃 但是我感觉不管是我出钱也好 或者是出健保的钱也好 我觉得那种场景要吃下去 其实都不太OK 真的很不OK 那个都是卤 可是不吃 人家说就是 天驾四 不怕八 然后我就想说 你今天要来 我想来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么 你这样子这么多年以来 你有看过这种病例就是说 咬 我就是常常咬 他都放掉 我不要吃 因为 我们生日的虚妇 在看你的状况是怎样 我现在都一直在问 有个人因为这样做自然疗法 我们这个原始点 但我们也是 没有吃一颗药 没有轻入性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就是靠我们的免疫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我也一直持续的有在做 吃乐敷 温敷 然后喝姜汤 这个 这个是我都一直持续的有在做 然后也不知道说 因为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现在也是已经必要一年了 然后我上一回去 医生跟我说 你好像靠谣性出来了 准备电疗 然后我要给你化疗 我就跟他说 我 我就跟他讲说 我不要 要死要死得有尊严一点 你就不一定跟我保证说 一定会好 他做化疗做得死 他不是说这一步 他都常常 又很沉重 然后 我们的群组里面 大概快将近 真的快将近一万个 现在有人在做化疗 他刚才做到 很痛苦 很痛苦 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都是寻求一些自然疗法 比如说原始点 没有关系 气功 这一些事 我要拿到山上去做 我也要到山上去做 我实际上想要问赵卫师说 他们都一直鼓励我 不要吃药了 可是我又会怕 万一那个症状起来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谁赶 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一种病患 跟我一样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 别讲那么多 我第一个我先跟你讲 因为原始点它已经不是在局限在某一个地区 全球都在发展 那现在全球的案例一般到最后会到我的手中 为什么 因为世界各地很多推广点 我书是我写的 然后他们会应用 就好像 佩慈他会把很多案例照我的方法去做 我来看 那大概这些我都知道用原始点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在讲要有一个定量 我一定书要写出一个标准量 然后大家在这个标准量使用中 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那好 回到你的问题 如果已肺癌那早就好很多了 成功的案例真的不在话下 但成不成功中间最大的千层就是患者 对原始点有没有了解 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是走不下去 因为怎么样 症状不可能说一旁风顺 然后你用了之后就马上完全都好 然后就从此不再复化 没有这种的 他都会有一点起伏 就像他刚刚讲 完全是正常的去处 他说再用 有时候改善慢慢淡 有时候又来了 有时候养殖了 有时候又来了 然后他们就要想办法进去 那是因为他有信心 所以他会想办法继续用原始点 但有些人遇到这些症状出来 他就放弃了 所以他就会心心动摇 那我应该是不是再去寻求 西医或中医或是另外的自然疗吧 都有可能 好 但我要讲一件事就是 原始点都是做出来的 从一开始我的研发就是设定在解决癌症 癌症瘤这一部分 所以原始点就是为解决癌症瘤而诞生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遇到的这些我告诉你 我听了太多了 但成功一定有成功的背后原因 同样失败也有失败的原因 我最怕的是像你这样 要相信又不相信 你怕死 对对对 然后要走原始点 又要想吃西药 然后在那里挣扎 其实他已经在消耗热能 你没办法伸出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 但是命只有一条 但路有很多条 你可以用你自己去选择 那原始点是尊重 但问题是 当你一旦走错路的时候 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你不要说我现在有三条 有三条是因为你还有一点体力 你可以去做选择 没有筹码 但一旦到了 就像西医讲 到最后末期的时候 他体力也丧失殆尽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再也 不用再也有什么选择 就好像他 他到最后西医跟他讲 你要换身杖换什么 换完九十几岁的人 换完不是就完了吗 你一听你就知道 这个根本不可行 所以西医他最负责的就是 我们到了某个阶段 就用什么极端的药 然后越来越破坏越大 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在走一条什么路 如果是这样 他就是让你用破坏 来杀死癌细胞 让你的肺癌能够偶然残喘 他也没有保证你好 所以你讲的完全没有错 所以即便检查没有 他也会叫你检查 这就是一条无止境的路 那在这无止境的路 你永远是担心害怕 这一条绝对没有写脱 这个就是我今天来看你的人 好 那你要看我就是 你 因为我在研发原始点 我说过了就是为癌而来 我对癌你们讲头我大概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我太太以前就是癌啊 我整个过程看心在治疗我都知道 他们会跟你讲什么话我也很清楚 但是同样的到最后我认为啊 原始点它只是提供你一条路 你要不要懂它是一个符合人性的 我说当人一定会生病 一定会出现状况 但生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不明就理 然后不只对癌细胞发动攻击 你把它仇视它 本身你就是一个对立 然后要想杀癌细胞的过程中 你又在破坏自己的身体 然后最后同归一尽 其实我不想杀他 我也想跟他和平共同 我告诉你没有和平共同 没有啊 没有 那个都是自欺击人的 哪有什么和平不和平 它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谈和平已经是对立者 你跟他在对立 在我的看法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那在西医里面因为他要杀死他 所以有对立 那有对立了他永远杀不完 所以才会有各种说法 那是因为西医而有各种说法 比如说我杀不完他 那我和平共同 那就是另外一种讲法 那另外一种讲法 除恶无尽 感性杀绝 我用尽各种方法 那不管什么方法 你能谈和平共同 就是你有筹码在 有体力 我说的这一类 当你没有 何来的和平 那就是等死了 还什么和不和平 那只是安慰自己 但你一定要对每一种治疗方法 了解清楚 他生命是掌握在自己 所以我常常讲 原始点其实是不收 你犹豫不解 像你这种我都不收的 那只要你来是群星前 家属也完全认同 我才收 这是第一个条件 如果你愿意但家属又不同意 我也不收 我在基金会 已经都言明在先 因为怎么样 你们回去吵架 啊何必呢 啊吵架定怎么会好 这个收了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说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患者本身 犹豫不解的不收 也不用再欠 因为你 你如果要欠他 他问了那么多 表示他怎么样 我平常的资料 每个礼拜几乎都有 在网络研讲 在YouTube 你们可以上网看 那个资料很多 包括癌 以前讲的各篇 你们仔细看 都讲过 然后你不看 然后就在想 啊西医跟你讲什么话 中医又讲什么话 啊原始点又讲什么话 然后你对医学又不了解 然后你什么又不深入 然后只是来 你们帮我治疗 有没有办法 你要老实讲 你有没有办法把我治疗 你的问题老实讲 你第一个我说的会不会死 你没有死相 第一个因为会死一定没有病 你有疾病 这一点跟死就不一样 你看死的人哪一个有疾病 你告诉我 即便你没有病 到老了会死也会死 啊死是怎么样 一定没疾病 他最后什么也不想吃 他什么也不想动 这时候死相一切 你不要再说他也是 有什么病情也没有 那我一看大概就知道 那有些老人家也会知道 他就会跟孩子交代 我今天不想吃了 我最近不想吃 我要怎么样 你不要吵我 那有时候人 他就静静的 这样就走 很好 又没有症状 那不是活人吗 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吗 健康的人你说他会死 我怎么会相信 这个已经西医的很多诊断是 违反强势 在我看 然后这些诊断 你不要当真啦 听听就好 但是有些人就是当真 所以被吓死 所以我认为你也差不多 还要有疑 只是一听就知道 我跟你是不同路的 我先不要 我要跟你啊 你 你讲了那么多 我也大概知道你的理性 你只是来这里走一走而已 但还有很多要客户 包括你的家人 你刚刚讲的你家人 要说哎呀 反正健保 我们全民都在帮你付了 你也不用担心一个月十万 那个是免费的 你就尽量花吧 不要有免费的 但是还不吃 那等到死了怎么办 这种话我也听得来 但是你要分析这个药是好的 对身体有益或有害 我跟你讲 标榜还是已无中毒的药 只是它的毒气 没有像化疗 一般传统的化疗药那么强而已 但是只是轻重而已 但都是毒啊 你自己都知道 我就是不想吃毒 你自己都会讲 我告诉你 症状不是重病 到重病的时候 可是看体力 我书本上都写的一经二经 你有症状 症状再恶化 但是体力越来越好 那以我的平均是好转 不是恶化 但当你症状好了 但体力却越来越差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是恶化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在治疗肿瘤 就会发生这种矛盾的现象 比如他化疗的时候肿瘤作小 但是人越来越心 甚至就会越来越喘 那西医说恭喜你 你已经好转了 事实上在我的看法 根本就是恶化 因为到最后会死就是没有体验 这个是很明显嘛 所以这些人很快就会肿瘤 但是在西医里面是 诊断是好转的 因为他们是看肿瘤大小 有多广 那所以这些数字 那但是真正代表 生跟死的是恰恰 不是这些是体力 那很明显嘛 所以我说你怎么看怎么不像死人 然后夸在不需要治疗的人 我跟他讲那么多 唯一就是他根本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你根本不是什么病人 在我看嘛 还要研究什么 我一天要吃多少的 你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就好好说 你好好脑袋清楚的 你自己再去选一条自己的路 一次的机会 你不可能脚踏两条 我要去南又要去北 因为他两种治疗方法 刚好南远回征 一个是保护你身体 就是符合人性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他尽量让你身体舒服 那另外一条就是感性杀脱 就是癌细胞 一定要破坏掉 然后把它破坏掉 这个过程中 你讨细胞也破坏掉 好 那两个不同的治疗方法 你既然又要破坏 又要好 就好像你又要往南 又要往北 然后高低只有一班车 你上去就是一个方向 我最怕的就是 你要往北说要来找岩石点 心里又在想南 你有一点喔 有在某一个时刻 你一定会跳车 跳车再去坐往南的高低 所以我也看这么多 所以我叫志工 志工其实是蛮新的 因为我也看他们 在服务的过程中 我都强调公民 不要对患者有什么非分之想 就是贪图他什么 通通不要 那在这种过程中 我信任的过程中 他们一定是全你以赴 他们不是在你身外 你因为有钱财 你因为富有或是什么 而把你特别留下来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真的想帮你 但要帮你 你自己都这样犹豫了 能帮吗 所以我认为喔 再好的法 遇到无言人 也不要太多说了 遇到有言人就是怎么样 全你以赴 好 老师我们肺腺癌的影片放到这里 请老师补充 这个肺腺癌喔 其实它是下大的 我认为它因为害怕 然后所以它又想用原始点 但自己又没信心 所以那一天特别来问我 那我感觉第一个体力好的不得了 跑来跑去到处跑 然后脸色也不错 看起来就不是像西医讲的 已经就是肺癌末期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 根本不会死 这一个患者体力那么好 但是他还在做标靶药物治疗 所以我那一天回答 我是认为里面 那一天去看很多重病 它里面是重病里面最轻的 根本也没有显像 我们重病有分三个 一般的重病 所以再严重一点 体力稍微下降 叫做显像已现 那体力突然间下降 急速下降 像刚刚那个肿瘤的部分 那个是体力急速下降 那体力急速下降 就是预测后来可能就会有变化 甚至不大乐观 这些都要考虑 他也没有 他体力好得不得了 所以根本你显像也没有 但是西医跟他讲 你因为是四级了 多严重多严重 所以我认为这个患者 应该还好啦 如果他懂得用原始点保养 我认为不是问题 好 谢谢老师的补充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放 淋巴肿瘤 他也是淋巴 我认为他一定不痛 他说这里有肿瘤 所以我就是要证实 让你们知道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被吸一片 说哎呀肿瘤会很痛 那种位置呢 其实都不会 但是如果太大 他会影响周围的循环 就是你像你爸妈 如果有循环让他变好 这些都不会再影响到 尽量把它剪轻 他就说我整桌 他说是淋巴肋 哦 他有开发 那种了 这都有一种了 我刚才没听 没听对吧 但是 但是 但是重点是说这他会痛 这跟我们生病 但是会痛 对 好 这有为什么不痛 这会痛 我跟你说 这还在行程中 那个周围 硬结肿块周围 应该会有痛点 其实他也有 他的痛点是 不是肿瘤在痛 而是周围在痛 那个周围的痛点 要按开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出来按 比如说 这都不痛 这都不痛 就代表 这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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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 他这个也是软软的 这个应该 有点像脂肪瘤 类似这种 不是很严重的那样 他都要自己莫共 这样 他变得要熟 没有 那时候我们团队 都不接受到这个 也不知道 那就是说 他先不再叫他去开桌 他不要去 叫我发疗 我就没了 他就发疗 你再询 他的痛点 没有解决 他会再熄出来 阿西医 不了解 因为 尾传状 哪里的肿瘤割完 还会长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那以原始点的理解 他的心一定有原因 那什么是原因呢 第一个 他有痛点 所以第一个 要先把痛点解决 那你知道 痛点解决 你的肿瘤一点软 我也是要了解说 痛点是怎样的 对于原始点说的 他有分痛点是来自于他处 还有患处 一般如果有硬结肿块的肿瘤 一般患处一定有痛点 你知道吗 所以他处 这里还要按 因为影响到这里 所以整股下阳这里要按 这里应该有痛 按完 它的循环就会变得好 但是 肿瘤会不会消 不会 那要让肿瘤消 一定要在肿瘤周围 找出痛点 然后大力按 然后还要推姜本尼 大力这样推 你看 轻轻的你就受不了 这个就是痛点 所以我说 有肿瘤必有痛点 一定有 只是浅跟深 还有明不明显 但一定有 他也有 但是他很深 所以一般人按不到 以为他没有痛点 不是 你知道 你有痛点 他也有 你的是很轻 感觉比较迟钝 但是他很敏感 他在浅沉 所以我只要稍微进去 他就受不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这样刺 涂姜粉 你也要这样用 涂姜粉 对对对 周围不是要刺 我在了解方法 对 我就要教你方法 不能压肿瘤 肿瘤那一块不能压 旁边 然后旁边一定有痛点 反而肿瘤部分没有痛点 我现在 你这个肿瘤硬硬的 我给你刺看看 你就知道 好 我现在刺你的硬 哪个好痛 这个好痛 那肿瘤反而不痛 那代表着 肿瘤本身是不痛 所以我一再讲 我们要的是 把真正的痛点按起来 然后肿瘤就会消 绝对不要去按肿瘤 因为肿瘤本身 它其实是没有痛点 那你硬按它 它也不可以 不会立刻下 反而是从旁边下 这里有方法 要涂姜粉泥 现在肿瘤热源 你一般这样推 它热源会渗透进去 它就容易消 先按摩推开再 不要一起进行 因为你这个简单 我会把你刺 都刺到刺压等于 对 这样它在用的是正硬 等于同时进行 因为你那个小case 它我是比较担心它 它要用大工具 大工具 会滑 所以有时候同时我很 担心你们手滑掉 尤其要按到身 你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你就照一般的正常 一天差不多几次 多次 多次 记得我讲 你可以两次三次 这个都没关系 你身材那么好 你自己有时候可以按得到 我敢保证 你这个可以自己处理 你根本不用靠人 你这样大力按几下 你就按进去了 然后多温敷 对 就是你随时想到就涂姜粉 我跟你说 你回去 你有说 喝姜粉 有 这个要吃 因为这些都扩散 扩散 体质要改善 姜粉你又可以涂 又可以喝 你看 一次都可以做出来 方便 你这个就是这样 你轻轻吃就很快 饮食很快 你看 我这样他就听到 你这个会消的 应该如果方法快 这个消炉也很快 而且当 有时候几天后 它就会变软 它现在这里是硬 这些配置应该没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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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会 可以用 用后你会感觉 这个会变软 慢慢它就消炉 有时候快 有时候准备 就消炉 我做很多这样 所以我这是 我很有信心 所以我拿着好戏 所以 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这里要推 整骨下 应该会痛 可以 哦 那边就要 这边就行 放松 你放松就没有那么痛 好 淋巴肿瘤的案例 我们放到这里 请老师补充 好 这个 这个 以它的身体 身材 体力 都很好 所以 在我看法 这个应该也是 不是很严重的病人 虽然 都是淋巴癌 但 西医讲的病名都很 让人家很紧张 但如果要处理它 那个肿瘤 它淋巴癌 那个硬结肿块 肿瘤 我一摸 其实它就很痛了 稍微按一下 它就受不了了 那 只要懂 然后再涂姜粉泥 在那个痛点 多按几次 让热源渗透进去 它那个肿瘤 就会变软 然后慢慢就会变小 甚至很快就会消失 所以这一个患者 我认为 也是蛮好处理的 所以 这个患者 如果有硬结肿块肿瘤 参考我们的重病处理 那里已经都写得很详细 但记得涂姜粉泥 配合按堆 这个患者一定是以按堆为主 热源为辅 有时候我们重病 当然是说热源为主 但是它体力好得不得了 你很壮 看不出是重病体力很虚的人 他只是硬结肿块 所以我会把它 比较偏向于轻重症内类 然后来配合按堆 所以应该是以按堆为主 热源为主 我对这个淋巴癌的看法是这样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的部分 就播放到这边 谢谢老师的补充说明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